大家好,我是懒言芳芳,今天做一道蛋花汤 首先在碗中打入两个鸡蛋,把它搅拌均匀 平时家里没有菜,不想出去买 或者是忘记买菜的时候可以试一下这道蛋花汤 这些都是家里平时可以存放的 水开后放又拌碗水淀粉 也要把它搅拌均匀,直到煮开为止 水开后把火关掉,然后把蛋花倒进去 一边倒一边搅拌,尽量不用蛋花粘在一起 搅拌的时候如果更不上可以稍微停一下 然后接着倒 然后放一点虾皮和一些挤菜 然后稍微把它搅拌一下 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分一些盐 最后再撒上一些葱花 接着把它搅拌均匀,把纸菜弄散 这道蛋花汤就做好了 然后我们盛一碗出来就可以开吃了 看一下这个蛋花汤,顺顺滑滑的,真的非常好喝 这些都是家里可以常备的食物 来不止买菜的时候大家可以试一下这道蛋花汤 而且做法也特别简单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